這絕對是7的 有沒有 龍刻脈動還是要開 欸不要浪一下 浪一下等一下就會低一下死因出來 不可以開兩隻解啦 不可以兩隻解OK啦 可以接手啦 這範圍可以接手 兩隻解啦 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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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位還是有欸 阿凱有 然後HuEDD DDY 就是有 EVOS也有 你沒有 不要在那邊誤導人 害我還講說 還幫你講說 EVOS也有欸 應該是隔個兩COMBO可以啦 好現在我控制力道得當 不要問我為什麼會這麼容易 這麼會控制力道 欸因為我叫平百姓 怎麼說咧 因為如果不會控制力道 我 我性命就已經垂圍好幾次了 那不是第一 7749大死因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看很好吃欸 不要嚇人 不要嚇人 好現在 地獄大概是這樣啦 我這個就解雙成就嘛 就是火跟那個 火跟神嘛 對火跟神 不過有人會看嗎 我真的蠻好奇的 你有還沒解的 哇操 幹 這位這 各位真的是太猛了 真的要什麼有什麼 我下次找難一點的 看看有沒有人真的要 要不到 目前我在實況台還沒有要不到的 的 的卡牌啦 對 因為 因為各位的程度 我應該不用解釋 大家都很猛 對 我剛剛會覺得 這隻可能會找不到啦 但是我沒有想到 還是被我找到了 這樣 三回合 幹他 他不死 我要死 我卡牌有限 沒辦法 我單獨跟那個 全部都帶過來 兩回合 我是覺得可以一波帶走 我自己覺得啦 我很火的喔 基本上打那個水 是有點逆天喔 對對對 沒有 自從 奇怪 這個秒數怎麼變短的 廢話 好 有看到威力喔 有差 我沒打火物 就是有 有 有感覺 這時候 我跟你講各位 要綠珠 我認為是要綠珠 綠什麼珠 一波帶走就好 它綠什麼珠 綠什麼珠 等一下綠 綠到死掉 右邊先疊啦 可以玩右邊先疊 不過秒數不太夠 我可能沒辦法做先疊的那一招了 對 還是偷偷的給它先疊 不好意思 這個人就是這樣 技術起勝 技術 戰術啦 不能講說技術 應該講戰術 沒問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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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直接破防 90%應該還好啦 這個是屬於一個斜轉到一個極致的斜轉 最後那一秒沒過去 就像上次第七大石英一樣 一樣 對對對 就是大概是那個意思 你們知道就好了 不要講得 不要講得明顯 每次都要看第七大石英 我現在做疊珠是後面那一關比較好打 主要目的是這樣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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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對後面這一關比較好打一點 對對對 應該看我打一個會覺得很簡單吧 因為如果看我打覺得很簡單 你會覺得說 啊這關卡簡直是簡單 到底不行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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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新珠千萬不要消 新珠消了力的老消 有一點點痛 我們可以承受 補期限多 還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應該是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也沒辦法 因為我就是這個範圍 如果危險的話 那個風神的開來 危險 這樣OK 它那個命還真硬 有點危險 所以說 看起來好像不怎麼危險 但是我就是要把它講得很危險 怎麼樣 欸對 搞不好等一下就GG啦 是不是 第七大死因就出來啦 對不對 欸對 OK吧齁 欸 三隻滿雞大爆 對啊我就說是這樣啊 就是我 我盡量 用比較合理一點的隊伍給各位啦 因為 大家不一定有那些 那些變態隊伍啦 這樣應該就不用解釋了嘛 也不用一波七啦 應該這絕對是七七的 這絕對是七的 好不好 欸 龍客麥動還是要開 不要浪一下 浪一下 等下就會第七大死因出來了 分開兩次結啦 分開兩次結OK啦 可以接受啦 這範圍是可以接受的 兩次結啦 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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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